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是由誘土的溫度 跟這個環運速率曲線 因為這曲線太難化了 所以我就把重點標出來 他是問55度C的時候 求當溫度55度C時 遮住平底十字所需的時間 這個是講什麼呢 講那個瘤帶瘤酸鬧的環運 它的環運的話會產生這個瘤 那瘤的話它會遮住什麼 遮住那個平底 它的實驗的話 這裡可能就有畫一個十字 那畫一個十字的話 那你就那個 瘤沉淀下來的話 會把那個十字給遮住 遮住以後就算完成了 就是從一開始 到遮住那個十字 所需要的時間 55度C的時候 它呢 直到什麼呢 直到這個0.1 不過這是環運速率 這是時間的導數 所以它環運時間是多少時間呢 因為它 t分之1是等於 0.1 所以我就曉得這個t t就是環運時間 這個是環運時間的導數 這個就等於0.1 1分之1 就等於 等於是10秒 等於是10秒 也就是說它從環運 一開始環運 到達 把那個十字遮住 需要10秒 需要10秒 所以答案是10秒 所需要的時間是幾秒 答案是選C 需要10秒 做好多 Bouden 請 判斷 囉 谢谢观看